我是张大妈,六十多岁了,我当过儿媳,也当过婆婆。 和很多人一样,我当儿媳的时候,说婆婆不好。 我当了婆婆以后,却发现儿媳有很多毛病,不合我的心意。 有过当儿媳的经历,我当了婆婆后, 虽然对儿媳有很多地方看着不顺眼,但我尽量大度点。 一般时候,不跟儿媳发生正面冲突。 因为我的大度,我和儿媳的关系,还算和睦。 我儿媳这个人,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, 在单位里领导重视他,想给他升职。 在家里,他任劳任怨,不管是什么家务活,他都能做得很好。 有些人就是命运不济,一步一个砍,总是遇到不顺心的事。 我儿媳就是这样的人,在单位里,他工作努力,表现优秀。 领导不止一次想提拔他,可我儿媳都拒绝了。 不是他不求上进,是我儿子拖了他的后腿。 儿子虽然是我亲生的,但我不护短,说句心理话。 我儿子配不上我儿媳,我儿子不务正业。 没结婚的时候,还能安安稳稳上班。 可结婚成家后,他就像变了一个人,不好好工作,整天和几个所谓的好朋友胡吃海塞。 无故矿工是常有的事,不出所料。 不久后他被开除了,没有了工作。 我儿媳看我儿子自然心有怨气。 他让我儿子要学好。 那时,我儿媳已经怀孕了。 儿媳跟我儿子说, 你眼看就要当爸爸了。 有了孩子,咱们的负担会更大。 你不出去挣钱, 只靠我一个人的工资, 怎么给孩子好的生活。 刚开始, 我儿子知道自己理亏, 不搭理我儿媳。 后来他听烦了。 和我儿媳顶嘴, 我儿媳也不示弱。 他们谁也不让着谁。 吵架那是家常便饭。 把我儿媳气急了, 我儿媳就用离婚威胁我儿子。 有一次, 他真的去了医院, 想把孩子打掉。 多亏我和老伴随后追到了医院, 阻止了儿媳, 才把孩子保住了。 我年轻的时候, 刚结婚纳阵, 也没少和老伴吵架。 可我认为, 嫁及随机, 女人要从一而终, 怎能动不动就提离婚呢? 因为这一点, 我对儿媳就有了意见。 儿子和儿媳吵架了, 我从来不掺和, 有多远躲多远, 他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 我是这样想的, 我儿子不工作, 整天无所事事的都有习惯, 是他有错在先。 儿媳唠叨他几句, 也很正常。 女人嘛, 谁不希望丈夫能给他遮风挡雨? 儿媳有理, 按理说, 我应该帮着他批评儿子, 可我不想站在儿媳这边。 你想啊, 我儿媳动不动就提出离婚。 如果有一天, 他真的和我儿子离了, 他和我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 他离开我家, 我们就成了路人, 帮他也是白帮。 儿子再不好, 也是我亲生的。 将来养老, 还是要依赖儿子。 我是一个名世里的老人, 当着儿媳的面。 我从来不说儿子半个不字, 可背地里, 我没少批评他。 我苦口婆心地劝儿子说, 你已经成家了, 男人要有责任心, 要为家庭负责。 虽然你媳妇对你可能有二心了, 可你要有孩子了, 孩子可是你的骨肉。 你忍心他一生下来, 就看着父母整天吵架, 爸爸好吃懒做, 一事无成吗? 孩子会怎么看你? 敬诸者赤, 在你的影响下, 你儿子学你怎么办? 儿子还是比较懂事的。 我说的话起了作用, 他想改变, 但他不想去上班了, 上班辛苦, 挣钱还少。 他想自己搞买卖当老板, 搞买卖需要本钱, 我手里是有点存款的, 可我不想给儿子用。 儿子说得好听, 他去做买卖, 可万一他不是那快了, 买卖赔了怎么办? 儿子扶不起来, 指望他养老不一定指望得上, 还是手里有点钱踏实。 我跟儿子说, 孩子, 你想做买卖是好事, 妈支持你, 可你是知道的, 给你娶媳妇, 咱家的钱已经花光了, 还借了一部分, 到现在也没还清。 你问问你媳妇, 他有没有办法, 让他帮帮你, 儿媳做人做事这方面, 确实让我敬佩。 他二话没说, 回娘家借来了一点钱, 都给了我儿子。 我儿子拿着钱, 出去了半个多月, 回来后, 我问他, 你出去做的是什么买卖, 挣到钱了没有? 儿子说, 妈,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, 我出去这半个多月, 根本没做买卖, 我和几个好朋友出去赌博, 钱都输光了, 我那个气呀, 恨铁不成钢, 我老伴更生气, 他抄起一根木棍, 就要打儿子, 被我拦住了, 儿子是我的心头肉, 他挨打, 我心疼啊。 那天晚上, 儿子和儿媳吵架, 一直吵到天亮。 第二天, 儿媳没吃早饭就上班去了, 中午没回来, 晚上也没回来。 我让儿子去儿媳的单位找一找, 儿子去找了, 单位的人告诉我儿子, 儿媳去上班了, 晚上下班后, 他就走了, 儿媳离开了单位, 却没有回家, 他能去哪儿? 最大可能就是回娘家了, 我和儿子一起去亲家公家找人, 儿媳果然是回娘家来了, 我劝儿媳跟我们回去, 儿媳说, 妈,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, 我已经想好了, 我要离婚, 这次非离不可, 你不用劝我, 我说了很多好话, 儿媳一点不给我面子, 他不答应回家, 我很无奈, 亲家公跟我说, 你们先回去吧, 我好好劝我闺女, 我的话他会考虑的, 给他一点时间, 回到家后, 我就等着亲家公的好消息,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, 我担心儿媳不听亲家公的话, 执意跟我儿子离婚, 如果他们真离了, 我儿子这样的人, 没有哪个女人会看上他, 打光棍那是肯定的, 六天后, 亲家公托人给我烧信, 来人, 告诉我, 让我, 马上去医院, 我以为儿媳是冲动之下, 不想要孩子了, 急急忙忙赶到了医院, 见到亲家公我才知道, 是儿媳早产了, 儿媳生下了一个男孩, 我要感谢这个孩子, 是这个孩子, 让儿媳打消了离婚的念头, 出院后, 我和儿子把儿媳和孩子, 接回了家里, 儿媳虽然不提离婚了, 可他却与我儿子分居了, 我猜到了, 儿媳是看在孩子还小, 才暂时把离婚的想法放下了, 他不想让孩子刚出生, 就没有了父亲, 等孩子长大了懂事了, 他还是有可能要离婚的, 反正儿媳迟早要离开我家, 我也多了一个心眼, 孩子的所有花销, 我不出一分钱, 都是儿媳自己负担的, 让我出力行, 出钱我一分没有, 哪家的老人, 愿意儿子婚姻不幸, 我也一样, 我也希望儿子和儿媳, 能夫妻恩爱, 一起把日子过起来, 我不糊涂, 我知道是我儿子不好, 他不但不能挣钱养家, 还影响了儿媳的发展, 儿媳单位的领导, 很器重我儿媳, 好几次想提拔他, 可我儿媳婚姻不如意, 影响了他工作时的心情, 他还要带孩子, 回到家休息不好, 他担心到了更高的职位, 工作繁重, 而自己不能把所有心思都用到工作上, 因为自己的疏忽, 给单位带来不好的影响, 他谢绝了领导的好意, 我能看出来, 儿媳对自己的遭遇, 是感到非常委屈的, 他经常悄悄落泪, 我背地里苦口婆心数落儿子, 我让他出去工作, 不能有手好闲, 没有一点正事了, 他是上有老下有小, 一个大男人, 对不起妻子和孩子, 也对不起父母, 不觉得羞愧吗? 儿子还是懂事的, 我数落了他几次后, 他有所改变, 知道挣钱了, 虽然三天打鱼, 两天晒网, 只能打点零工, 但能养活自己了, 抽烟喝酒不再跟我要钱了, 我心里感到欣慰了很多, 女人都是心软的, 我儿媳也是如此, 孩子七岁那年, 上了小学, 儿媳又提出了离婚, 我儿子不同意, 可儿媳非离不可, 我儿子很郁闷, 一筹莫展, 我给儿子出主意, 我告诉儿子, 你说话没用, 说一百句也没用, 不要白费口舌了, 你让孩子出面, 孩子说一句, 顶你说一万句, 孩子知道妈妈要和爸爸离婚, 他哭着求妈妈, 他不想失去爸爸, 就这一句话, 儿媳就放弃了离婚的打算, 以后的这些年里, 儿媳心里还是想着离婚的, 可他有顾虑, 他担心会影响孩子的中考, 会影响孩子的高考, 做一个担心, 又一个担心, 时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, 磕磕绊绊, 儿子和儿媳做了二十多年的夫妻, 他们也人到中年了, 都有了白头发, 可能是年龄大了, 活得明白了, 知道了过日子是怎么回事了, 他们很少争吵了, 也不再分居了, 和其他正常夫妻一样, 也知道彼此关心和体谅了, 我儿子也知道心疼媳妇了, 有时到了下班点, 儿媳还没回来, 他就去儿媳的单位接她, 有时天气不好, 忽然刮风下雨了, 儿子就带着雨聚去, 一天, 到了下班点, 忽然天气大变, 电闪雷鸣, 眼看着就要下大雨的样子, 儿子举着雨伞, 带着雨劈就出门了, 儿子刚出门没多久, 倾盆大雨就下了起来, 在密不透风的雨水里, 儿子和儿媳相互搀扶着回来了, 看着他们彼此相互搀扶, 紧紧相依相威的样子, 我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, 儿媳嫁到我家二十多年了, 她吃了不少苦, 挨了不少泪, 我都看在了眼里, 我儿子不争气, 靠儿媳一个人挣钱, 养活他们一家三口, 我知道她有多不容易, 儿媳是一个好人, 不管是在以前, 她整天想着和我儿子离婚, 还是现在, 他们夫妻和睦相处, 不管他们夫妻的关系是好是坏, 儿媳对我和老伴, 都是非常尊敬的, 我说什么, 她从不顶嘴, 爱听就听几句, 不爱听就躲开, 没有和我发生过争吵, 我对儿媳大体上是比较满意的, 只有一点, 我有点意见, 嫁到我家二十多年了, 儿媳从来没给过我一分钱, 也很少给我买东西, 我理解她, 她一个人挣钱, 一家三口吃药喝, 还要供孩子读书, 她不富裕, 我也是过过苦日子的人, 我了解她的难处, 每当我听到别人家的婆婆, 跟我说, 她家的儿媳妇又给她买衣服了, 过年过节又给她钱了, 我就感到难过, 心里很羡慕, 不是我贪图小便宜, 非要儿媳的那点钱, 是我心里不平衡, 我也有儿媳, 为什么我儿媳一分钱舍不得给我呢? 我儿子不争气不假, 可因为这, 儿媳就不给我零花钱, 我也是很难接受的, 那是上个月, 我在家里和老伴用手机听评书, 我儿子出去干零工去了, 我孙子去外地读大学去了, 我儿媳上班去了, 评书证收到关键时候,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, 是儿媳的号码, 我接听后却不是儿媳的声音,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, 男人说, 我是用你儿媳妇的手机, 给你打的电话, 我不认识你儿媳妇, 我在路上看见你儿媳妇晕倒了, 就把她送到了医院, 在你儿媳妇的手机上, 我找到了你的号码, 就打给你了, 你赶紧到医院来, 我和老伴急忙赶去了医院, 给我打电话的那个男人已经离开了, 儿媳正在急救室里抢救, 我赶紧给亲家和儿子打电话, 他们一前以后, 都来到了医院, 我们焦急地等待, 我在心里为儿媳祈祷, 希望她能平安无事, 可天不遂人愿, 儿媳没有抢救过来, 她走了, 医生告诉我们, 我儿媳是因为突发心梗去世的, 亲家公告诉我, 儿媳知道自己的心脏不好, 她随身都带着药, 可这次, 不知为什么, 儿媳的身上没有急救药, 儿子哭着说, 怨我, 前两天, 她说吃的药没有了, 她工作比较忙, 让我给她买回来, 我给忘了, 儿子说完, 蹲下去呜呜呜哭出了声, 亲家公叹了一口气说, 女婿, 你也不用自责了, 不怪你, 都是命, 处理完儿媳的后事, 亲家公给了我一张存折, 上面有六万块钱,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给我存折, 不敢接, 亲家公说, 你收下吧, 这些钱是我女儿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, 她知道我女婿挣不来大钱, 她也知道自己的心脏不好, 说不准何时就过去了, 她攒下这些钱, 一是给你们老两口养老用的, 二来也是留给孩子的, 孩子将来要成家立业, 没有钱怎么行, 我替孩子收下了这张存折, 亲家公嘱咐我说, 亲家母, 这张存折你保管着, 不能让我女婿知道, 我女儿为什么把钱放到娘家, 就是因为她担心, 存折被我女婿发现, 她又拿去乱花, 我感谢儿媳给我留下了六万块钱, 可以对她有点意见, 我儿子已经变好了, 儿媳还是不信任她, 夫妻之间不应该这样, 儿媳与我在同一个屋檐下, 生活了二十多年, 她给我的整体印象是不错的, 人无完人, 谁没有缺点, 我也有缺点, 不知道在儿媳心中, 我是一个怎样的婆婆, 儿媳没了, 我要替她把孩子抚养成人, 帮助孩子成家立业, 才能对得起儿媳给我的这六万块钱, 儿媳嫁到我家多年, 之前, 她没给过我一分钱, 她去世后, 亲家公给了我一张存折, 这张存折, 是儿媳给我的关心, 我不会乱花一分钱, 我要好好保管这张存折,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, 让亲家公放心,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